我们抬头看天空中最亮的恒星是太阳 在19世纪末的时候 曾经有科学家计算 如果太阳的组成是煤炭的话 那么太阳大约燃烧5000年就会熄灭 然而太阳已经生生不息地照亮整个太阳系约50亿年的时间 而且预计还会继续发光50亿年 是什么原因让太阳可以持续发光这么久的时间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自然界中的另外两个基本作用 强交互作用与弱交互作用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原子的结构 原子是由原子核以及外围的电子所组成 原子的直径大概是10的-10次方公尺 原子核的直径则大概是10的-15次方公尺 如果我们把原子核当作是一个瓶盖 那么原子的大小大概是一个学校操场那么大 而在这么小的原子核里面 有许多直子和中子 我们学过静电力的大小与电量乘积成正比 与距离平方乘反比 但原子核非常小 两个都带正电的直子之间的距离更小 几乎快碰在一起了 彼此之间有静电力产生的排斥力一定是非常巨大 在这么小的原子核有这么大的排斥力 结果会是如何呢? 一定是... 然而实际上原子核并没有爆炸 各位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样的力 让直子跟直子可以不会分开 稳定地聚集在原子核呢? 这里就要提到一位日本籍的科学家 汤川秀树 提出了强交互作用 而完美解释原子核之间吸引力的来源 在1932年 汤川秀树在研究原子核之间的问题 发现原子核之间应该存在新的一种力 可以使原子核稳定 这个力是一种短程力 只发生在原子核之内 而且这个力的性质像胶水 可以把直子跟直子粘着在一起 甚至是中子跟中子 或是直子跟中子 他为了解释这个短程的胶水作用 提出了一个新的粒子 叫做拍戒子 这个拍戒子会快速衰变 很快就会转变成其他粒子 所以科学家不容易发现 但它却是原子核之间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后来科学家成功地发现拍戒子 也证明汤川秀树的强交互作用理论是对的 那么强交互作用除了可以解释原子核内稳定之外 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应用呢? 我们知道强力的作用范围只在原子核之内 如果原子核受到干扰 使得原子核的形状改变 超过了原本强力的作用范围 这个时候原子核会发生什么事呢? 答案是核分裂 科学家透过中子撞击原子核 使得原子核的形状改变 变成上下拉伸的形状 这个时候原子核就很容易分裂成两个小的原子核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核能发电厂使用的 右235当作燃料的核能发电 当一个中子打到右235的时候 右235会分裂成 克原子核、贝原子核以及三个中子 这三个中子会再去与其他右235的原子核碰撞 而形成连锁反应 这就是核能发电的主要原因 在20世纪初期 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的特性的时候 发现了放射线 最有名的就是由伦晴发现 可以使底片感光的放射线 因为不知道这神秘的射线是什么 所以把它命名为X光 后来科学家陆陆续续发现 除了X光之外 还有其他的放射线 它们被命名为 Alpha、Beta、Gamma射线 科学家透过研究这些射线 穿透物体的容易程度 还有它们的带电特性 逐渐解开它们的神秘面纱 其中Alpha射线为钙原子核 Beta射线为电子 Gamma射线是电磁波 在这些放射线中 Beta射线让科学家 抑制伤脑筋 科学家发现 有些元素会发射出 高能量Beta射线 也就是电子 一开始科学家认为 这些高能电子 是来自原子核外面的电子云 然而科学家稍微计算之后发现 原子核外面的电子 不会产生这么高的能量 所以猜测 电子是来自于原子核 可是我们知道 原子核里面只有直子跟中子 那是怎么产生电子的呢 在1933年 意大利科学家费米 猜测电子可能是经由原子核里面的中子衰变而成 这个衰变称为Beta衰变 中子经过Beta衰变之后 会变成一个直子 一个电子 与一个反围中子 为什么会有一个反围中子呢 在化学课 我们学到反应是左右要平衡 费米在计算中子衰变时 发现要加上一个新的粒子 反应是左右才可以平衡 这个新的粒子 因为几乎没有质量且不带电 于是就把它命名为反围中子 然而 当时候的科学家对于费米的理论保持怀疑 主要是因为被称为幽灵粒子的反围中子 在当时候很难被探测到 它的质量非常小 而且又不带电 不能跟其他物质产生反应 而要产生Beta衰变 费米发现 这是透过一种从来没发现过的交互作用 且因为它只存在单一核子之内 比如说中子、直子之内 作用范围极短 后来被称为弱交互作用 请各位想一想这个问题 当中子单独在空间时 会经历Beta衰变 半衰期大约是887秒 而变成一个直子、一个电子 与一个反围中子 介绍完强交互作用以及弱交互作用 我们来回顾一下自然界中的 四个基本作用吧 自然界中强度最强的作用是强交互作用 也称为强力 但是它的作用范围只在原子核里面 而第二强的是电磁力 它的作用范围就没有限制 第三是弱交互作用 也称为弱力 它的作用范围更小 只在单一的中子或直子里面 最小的是我们的重力 它的作用范围也是没有限制 透过这四个基本作用 就可以产生自然界形形色色的变化了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太阳可以燃烧发光 并且说明相当长久呢 其实用燃烧这个词并不精确 太阳并不是真的在烧而发光的 而是透过刚刚我们介绍的弱交互作用 来产生能量 首先当两个氢原子核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会因为弱交互作用产生刀原子 正电子以及微中子 其中刀原子是一个直子跟一个中子结合成 形成刀原子核之后 会再跟其他氢原子核碰撞 而产生更重的原子核 如此而产生能量 这个过程也被称作是核融合 就是原子核跟原子核之间的融合 然而要因为弱作用产生碰撞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低 刚刚提到弱交互作用的范围 只在一个中子或是一个直子里面 所以要在那么巨大的太阳里面 找到两个氢原子核碰在一起 根本是难上加难 但幸运的是 太阳里面的氢原子核够多 所以还是有机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太阳可以慢慢地燃烧 而且燃烧非常久的原因 让我们总结一下这支影片学到的内容吧 强交互作用可以维持原子核结构稳定 是核分裂的基本原理 弱交互作用可以造成β衰变 且是核融合的基本原理 四大基本作用 构成我们自然界中的所有物体运动 因为有了强交互作用 与弱交互作用 科学家才发现 原来还有比直子 以及中子更小的粒子 这些粒子又是什么呢? 欢迎你找寻答案 留言告诉我们 下次见哦 拜拜